好 大家好 我是洪信 日本卡羅的皆様 大家好 我是洪信 今天我們的主題叫做Linus Odyssey 自動式裝裝機教學時代 那我先來講一下我個人的歷史 我是從國中的時候開始推出的歷史 所以我覺得是一件的挑戰性 那我發現好像對其他人來說是一樣的 對一般的人來說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體驗到那個科學 我覺得有一些原因 首先學校的資訊教育 他其實很多時候還是缺乏動手操作 老師可能還是花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講課 而不讓學生去練習 然後再來是設定開發環境這件事 開發環境它是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需要用的工具 那其實是一直在改變 所以老師也固定那麼熟悉 那學生在回到家之後 如果他沒有能力去自己設定開發環境 他就很難再回到家的時候去練習 再來是我們一般上課這種單項式的知識產品 他其實是不容易失收的 尤其是像寫程式這樣的能力來說 他更重要的是你要使用操作 所以說我們這個網站的特色 他就是在我們網站上面提供一個 你不用去安裝 只要打開網站就可以使用的操作環境 然後我們有互動式的課程引導 並且是你打指令打一行 然後就是我們會有更新的這個課程的說明 讓你在實際操作中去學習 這是我們的那個截圖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主要網頁有幾個區塊 這邊是你一開始這個關卡 他的課程的任務內容 然後這邊是你要實際操作的端端機 那在你這邊打指令之後 這邊就會出現提示 來告訴你說這次教了 調整內容的一些說明 還有你下一個步驟該怎麼做的一些提示 那我們接下來就立刻來看我們的成果影片 好 那這是我們網頁的登錄介面 我們有社群帳號登錄 然後這邊示範用這個密碼登錄 好 這是我們的關卡的頁面 然後進來之後 這邊就有你要做一些任務 然後你在打了像對應的指令之後 它就會跳出來說那個輸入的結果 而且說它的教學內容 好 然後這是一個第一個關卡 然後我們來看看一個新的關卡 這是重來的按鈕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上面這個提示區塊 就可以這樣子 左滑右滑回去看之前這個配合 好 我們另外有做一個叫做檔案數的UI 在這一塊 那這一塊就是你在做一些比如說LS 是一個用來列出中端機內的檔案的功能 它就是可以去看中端機有哪些檔案 然後你在打LS之後 這邊 UI就會進行更新 這邊就會列出來說 你現在位置在哪裡 然後等一下有這兩個資料夾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進到不同的資料夾去做LS 然後這邊也會移動過來 風標也會移動過來 所以我們就利用了這樣的視覺的輔助工具 去幫助使用者更了解中端機內發生了什麼事 好 然後我們也有做這個簡單的排行榜的系統 讓使用者可以看到現在網站上面的積分 這個先包到這裡 好 那這是我們的簡單的基礎架構圖 那我們的後端是用這個Node.js去寫的 然後我們是透過Node.js去操作那個Docker 所以說每個使用者 他打開了一個中端機 其實是我們在後台 幫他建立一個進展跟Linex東西 然後透過網路連線的方式 把他連接到網頁上 所以說使用者操作的都是真實的Linex環境 而不是在網頁上的東西 然後我們前端則是用View的方式去寫的 那我們後面有用一個MongoDB的Data Bay 去寫的資料 然後我們紙外還有做一個管理員的後台 可以去觀察現在的使用者的技術 好 那我們這個專案有去參加大專資訊主義的網站 然後拿到了名學開發獎的第二名 然後紙外我們有到台中市的福科國中 去為180位的國中沒有基礎的學生 去在他們的電腦課 讓他們去使用我們這個系統 然後根據我們的統計 有半數以上可以指靠我們的教學系統 不依賴我們助教協助 就可以自行完成這些課程 那這是我們在初選的時候寫的未來展望 好 那我們在這一次已經完成了第一項任務 就是用Type3重構 所以我們現在系統是已經有一個形別的狀態 更安全了 那我們有調整一下我們的任務 我們希望下一階段先來做一個BIT的系列教學課程 因為我覺得BIT的教學是非常適合用我們這個系統來進行的 好 那最後就是我們希望可以為世界提供更簡單而有趣的資訊教育 謝謝大家 謝謝 我記得初選的時候那個畫面應該沒有入圍那一個檔案 數分 數分 好 好 那我想 那我想的就是 因為我看已經有在做一些實際的特性的訊息了 那我想知道那大家學完之後呢 他們除了 除了我平常就要出了自己 自己用需不需要協助之後來讓大家學完 好 接下來有沒有更新的訊息 可以自己學的訊息 基本上應該是想要讓大家有一個很開心的訊息 謝謝 rig made up 謝謝 只能看到當地的地方 能夠你感覺到 是讓你很難看 會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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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不從你們 真實的經驗開始的 我們在長期的 也是要夥伴團隊的經營上 如果天天的新手天天老手 可能都體會遇到心裡的痛苦 那新手遇到未來的痛苦 只要進入到自己的產業 新的大項需求 怎麼樣維繫這個太大項需求 好 那我們開始回答 首先是關於學完這個集合的下一步 那其實剛才影片就很快了 我們現在上面還只有十個關卡 所以其實是連基本的連結合式 都還在玩 所以其實在關卡數量上是還很不一樣 所以其實現在還只有一個 那我自己認為 使用者他可以期待在我們台上學的東西 是透過使用終端機去學習的問題 因為今天你在寫程式 很多時候是需要使用終端機 去處理大部分的事物 那一般的 剛開始寫程式的人 他可能就是 寫了 遇到一個錯誤 然後他看不懂這到底要怎麼做 然後他就任在那邊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希望是我們所有的主台 去建立他 他在終端機裡面解決問題 那其實當他有這個能力以後 什麼東西他都有辦法去處理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要交多少的人 應該說有成本的效率 就是我們目前的話 大部分的時間在建構的 其實不是關卡本身 關卡本身其實只佔了我們 大概10%的開發能量 大部分在建立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具體而言 你可以定義成是 它有幾個元素 可能是我們的開發環境 是透過Docker 所以你可以幫使用者去建立 這個很具體而且可靠的開發環境 然後再來我們有這個互動式的教學系統 所以你可以做引導式的教學 讓你今天不需要寫個樂樂等的文章 而是把它切分成很多的步驟 讓使用者一步一步去做 然後同時提供意外成功 所以說我們最後是希望把這個平台變成 是讓公眾都可以參與去建構關卡 所以說一般的資訊老師 他也可以針對他的課程去寫個關卡 來納入他的教學系統當中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如何就是開發環境 好 所以其實我們很知道就是 即時知道使用者現在狀況 所以我們一直都會 定期就在一個去推廣的活動 像我們之前 從10月的時候來居領第一次 然後我們11月的時候到福克活動 然後我們在1月的時候再來1月 然後現在又來這裡 所以我們還有5月的時候 我們也有報名產品 那就是我們會定期的去找一些外部的合作單位 去適用我們的系統 然後看看他們的收入的單位 來作為我們 還有了解使用者在想什麼 回答大概到這邊 回答大概到這邊 OK好 那就謝謝Linny老師 感謝你們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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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